警察总队在今天凌晨接获了台船公司保全通报 一名男子穿着旧身衣游上岸 警方到场之后调查这名男子的身份 是明船舰的24岁上宾 来听一下他们的最新回应 他是108年上船到现在将近快4年7个月到8个月 那我们也积极的辅导他 那他其实平常表现的部分都还算正常 但是有一些个人一些的一个小问题 那我们的单位也积极在辅导他 那最近的话目前的实际状况我们要再看的 已经跟他做辅导可能对他的未来的继续服役 他有一些需要再跟家里面跟单位再做工 欧姓上岭的说法是他不适应船上的生活 所以趁着群舰刚出港之后就跳海 游到和平岛之后就被人救起 辅导长还有吉隆县兵队已经派人到医院来进行探视